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昨天我们有做卤肉饭 我想说今天中午也来吃个卤肉饭 可是吃卤肉饭的话 总觉得还是需要配一些青菜 要不然只有吃卤肉饭 也觉得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就到我的菜园里 来采一些最新鲜的生菜 应该叫生菜吧 采叶蜗菊 那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准备采这两颗 这两颗我刚才有用那个水先清洗过了 等一下我就是用逆渗透的水 把它再冲一次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来采 吃饭总是要配个青菜 这样比较健康 对 我们在直床上就直接把菜洗干净就对了 我是用那个水龙头直接把它冲洗干净 对 这样也很好洗啊 因为它直甜甜的长在那边很好洗 我们刚才有用水龙头的水 先跟它冲 再看 应该很漂亮 对 今年也没有什么牙虫都没有 所以蛮漂亮的 对 算蛮漂亮 那因为这是生开水嘛 那我们再用这个逆渗透的水 稍微再过水一下 对 这好漂亮 把那个生开水把它冲掉 对 我有从家里带那个 开水过来 逆渗透的 对 对 用逆渗透的水把它洗一洗 两罐好了 嗯 因为怕一罐不够 对啊 好 我想各位可能都吃饱饭了吧 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可能是我们比较晚一点 因为我们还要准备这些 这些拍摄的道具 对 就把它洗一洗 对 这个是用逆渗透的水 对 不是自来水 对 刚才已经有自来水先洗过一次了 对 那这个我就把它剥吧 对 我不晓得一般餐厅是用自来水洗过 还有没有用逆渗透的干净的水再冲过 我就不清楚了 我们的习惯齁 要生吃我们都会 清水洗过齁 还是会用逆渗透再跟它洗一下 比较好 对 再用这个饮用水来直接 嗯 冲一下这样 比较保险 当然有些人比较豪迈的就是 直接从植物 就直接摘了就直接吃了 洗也不用洗了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位客户来我们这边 他是就直接 限采就限吃 他说没有问题直接吃 我们是没有 像我们这习惯我们都会在 把它 对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是没有 没有喷农药也没有喷肥料 什么都没有 嗯 把它甩干了 甩好就可以了 对 这样 那也要剥开 剥小吗 还是没得去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嗯 那我就先到这里 对 就是 这样 不用再折吗 不用啦 到时候自己加自己 这样拉着好吃了就好了 这样 那我 我们要剪一下 准备这个 准备这个 准备这一个啦 千岛沙拉酱 对 还有你的剪刀 稍微剪一个小缺口 这样直接 这个就可以了 剪比较好 不会撕得太大洞 因为千岛沙拉酱 比较有味道啦 我刚才开哪边 因为如果白色的那个 就比较 没有那个酸味 好 直接加 要吃多少加多少 对对对 要吃多少加多少就好了 那我们先把饭盛起来好了 那先放 对 饭碗是从家里已经 加热过了 对 那这个 滷肉也已经加热了 对 有一大锅啦 那先弄一些过来 因为这个滷肉饭是 昨天晚上滷的嘛 那 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一个 一个闷入味啦 应该比较入味 会比较好吃 比昨天晚上好吃还对 因为这样 不够你再加热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那个什么 滷肉饭是一个 百年滷锅 都一直滷不洗的 都不用洗喔 嗯 他就一直添加料 要 那要保存得很好 对 那要每天在卖啊 夏天就要很小心 对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滷肉滷汁 是不是很漂亮 我是不是要 撒了 你要加一些吗 这个 好你先撒一些 你看 这边还在冒烟 因为我刚才 已经把它加热了 好 还冒烟 然后 好 自己加就好了啦 好 到这里就行了 对 这已经先加一些了嘛 加一些 好 那我们就来 淋滷肉汁 中午就吃这个啦 对对对 很简单 就是 一碗滷肉饭 一杯白开水 诶 这不是竞选口号吗 嘿嘿嘿嘿 已经过了 对 竞选已经过了 这样 对 哇 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独家的香喷喷的滷肉饭 如果要更漂亮的话 就是配个那个 那什么 那瓜瓜 可以配一个那个 Takuon 对 黄色那种的 Takuon 嗯 嗯 因为有加一些猪皮 会比较那个 有胶质 这个汤 比较那种 有点类似有勾芡的感觉 事实上是因为 猪皮的胶质 来吃看看 你先吃 我先吃吗 对先吃看看 吃给大家看 嗯 所以各位看 我这边也有那个 比较瘦的 还有那个 猪皮 还有些皮 这个 嗯 这样吃起来就比较滑口 嗯 先吃一口 对 好吃 对 嗯 自己做也很不错 其实也不一定要去外面 对 后来我们有再多加一些胡椒粉 对 因为感觉味道不够重 因为这个都要依实际 針酌 做下来吃吧 針酌跟大家怎么讲 对 加就对了 有时候太淡你就要再加 看你要加酱油 还加盐巴嘛 如果颜色已经很深了 你就加酱油 加那个盐巴 如果说颜色很淡 你就用酱油 来把它颜色再加深 这样子 对 可以吃咯 我也要来吃咯 那沙拉呢 还在吃 对啊 沙拉就用手拿 直接拿起来吃吧 嗯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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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我来试吃啦 哈哈 我最喜欢吃滷肉饭的 因为很方便 不像这个排骨有时候还要啃骨头 这样就直接 最主要煮的话也是很香很便宜 就会煮一大锅 嗯 事实上如果烫青菜加一些这个也当那个调味值也是很好 这个猪皮都化了 嗯 入口即化 皮已经很烂了 多吃些猪皮不错 焦原蛋白 嗯 生菜啊 对 直接拿来吃哦 嗯 各位就这样吃咯 对啊 就这样呢 你知道 好吃哦 因为有 加千岛沙拉酱 比较有味道 有加酱哦 好好吃哦 来 来 吃一口 嗯 不错吧 嗯 因为是自己种种的才有比较放心 嗯 好像还没有很老哦 嗯 但是因为有加酱 所以没什么苦味 对对对 有加酱真的差很多 有加酱 有加酱 有加没那么苦 因为皮具多少会有一些苦味 要不然会有那种 那种菜的苦涩味 嗯 加的酱哦 可以把那个 那个苦涩味掩盖掉 嗯 不过 大家在吃生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你要看你的那个 菜 有没有那个 蝸牛爬过 蝸牛爬过 你就不要生吃 它里面有下蛋 对对对 蝸牛的一个液体 因为它爬醒都会 分泌一些液体 吃滷肉饭 然后配配生菜 对 吃点滷肉饭 然后再配一些生菜 好 看 这碗量都会有些焦脂 所以说 比较稠 昨天还没有那么稠 今天比较稠 我看有些乳酪 好像只有肥肉跟猪皮 那我们这边 这个乳酪还有一些瘦肉 因为我们是用五花肉下去做的 嗯 如果自己做 就可以斟酪 你如果说 要瘦一点 就是瘦肉放多一点 嗯 那个比例可以调整 如果放些猪皮下去 就会比较滑口 对 比较有焦脂 当然 因为 因为那个 五花肉的话 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 你纯粹是肥油 跟猪皮 就比较便宜 那是 那自己 自己这样弄就 就要弄好一点 对 对 人家做生意 有他的什么成本考量 当然 因为 猪皮跟荷油 当然可以 可以卖 比较便宜啊 嗯 这样才有办法成为 平民美食啊 那你如果把成本搞得太高 就 单价太高 就是 有些人就是比较 难以销售啦 哇 加这个汤汁好吃 对 嗯 其实也可以自己 有空就自己做 反正也是瘦达的 你看这样一下子 一碗就吃光了 对啊 你看我吃完 嗯 还有这么多青菜 哎 这个你看这么嫩的 好 嗯 这个碗太多了 对啊 哈哈 你这样也不能弄那么多吧 这个热量 这个热量 多才好吃啊 可是这个热量多 你帮一下 因为是吃青菜啊 嗯 那我就弄傻了 对啊 对啊 肉他加这么多 这一盘 就沙拉一下就不变了 嗯 嗯 没有酱 哎 嗯 那一句就好这边 这边 好好好 啊 啊 啊 你吃到那么干净了 好吃啊 哦 这应该可以包肉 嗯 那也很好吃 有没有 炒肉 嗯 那我 忍不住又吃了第二碗 那好吃啊 如果这有煮面的话 然后 加这汤 加这牛肉汁 然后再加些 那个什么 韭菜啦 或是豆芽菜 应该就很好吃 哦 干面奶嘛 是这么多 多吃一些好吃 多吃一些 来 那你还有吗 不要了 我是留给你了 你看这吃了第二碗 啊 漂亮 很会吃 哈哈哈 因为太好吃了 因为太好吃了 嗯 其实只要加那个油葱醋 就很好吃啊 自己炸的又很新鲜 味道又很够 嗯 经过熬煮哦 哦 那个味道都出了 也没有再加什么 比如说加白胡椒吧 其他都没有加 五香粉 五香粉 嗯 白胡椒 一点点的五香粉 对 太多也不好 嗯 就是这样 其实滷肉饭 这个滷肉汁啊 新鲜的也 也算是比较好吃 嗯 嗯 放太久 我觉得口味就比较大一点 嗯 嗯 嗯 那 他家里还能够做一下冷冻 冷冻就好啊 嗯 要吃的时候再解冻 对 因为你如果回太久 就有点旧旧的感觉 嗯 嗯 嗯 你可以趁� 好 好 好 okay 今天已經雨停了,也沒有再下雨,太陽也不會太大 有太陽嗎?沒有太陽,所以坐在這邊還蠻舒服的 如果大太陽在這邊就坐不下去了 要不要草草結束 那這種陽爽的天氣可以慢慢吃,慢慢咬 這吃好多 沒關係 應該不是每天拍片 這快被我吃了,我倆好會吃 可見多好吃 對啊,你看 這一鍋肉汁快被我們澆完了 對啊,那快沒有了 那你弟弟來先多吃好幾碗 對 他這個應該是很夠味 然後他那個湯汁怎麼樣 膠在這個比例上還是有附著的 因為他有膠質都黏在上面就很好吃 不是水水的 水水的就比較沒那麼好吃 而且 這個湯汁還有種微甜,微甘的感覺 因為我們有加冰糖 還有黑糖 對 有點微甜 不用加甘草嗎? 沒有加甘草,也沒有加味素 天然 不加味素 對,純天然 吃完了 對啊,我也又吃完了 吃好 好會吃喔 那我們有兩顆青菜 也要把這兩顆青菜吃完 對 可能說一人吃一顆青菜 對 我們好像很會吃喔 你看 嗯 一盤青菜吃完 我來看 看你的手吃一下 看你有沒有人留言 有一點嗎 這個吧 嗯 很好看 這個 我的頻道 嗯 點片啊 對不對 嗯 你的鎮 你的那個啊 你那邊的啊 哦哦哦哦哦 你好玩 你自己試 不是,我就可以 先去就好了 哦 你還要嗎 我給你好 來這裡 有嗎 有嗎 有耶 有很多朋友 有 不用說 我們好會吃喔 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邊就是剛好沒有看到這個大家的名字 這樣有嗎 有啊 哦 恩恩老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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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你好 你好 那天我們有見面 有在那個會場有見面 對 就是 謝謝你 恩恩老師 對 其實熬一鍋煮汁喔 其實你就可以吃好幾次了 對 對 一次做多一點 對 你要做拌麵啦 或是配飯啦 都很方便 其實 有時候忙就 你弄個菜這樣 稍微弄下 就是 一個滿豐盛的餐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因為剛才在這邊還看不到裡面 對啦 對啦 因為這個 直播的話就是 就會有這個問題 嗯 嗯 各位應該都吃完吃完午餐了 因為我都比較晚吃 嗯 嗯 因為 因為我們直播能看到這個訊息已經算不錯了 嗯 嗯 那沒有給人家回 有喔 有啦 對 嗯 嗯 因為現在人都生活很忙碌 其實你就簡單自己弄一些這種比較簡單的辣子齁 你就有時候就可以充分發揮你的想像 兩個碗都吃空了 啊 這個盤子也吃 你看我兩個人很會吃啊 嗯 而且 就像一般來講齁 我們把飯吃完了 對不對 嗯 要收碗盤就不要疊在一起 你疊在下面 沾到油又要在一起下面 要不然就要先擦 盡量就擺著直接拿去洗 會比較節省一些清潔劑 現在都講就環保 少用一些那種東西 就少用一些這樣 吃 習慣了嗎 習慣還沒 我習慣吃幾乎會稍微洗一下 這具菜園裡很多菜 其實也都很多 青江菜、菊具 還有什麼 那個彩葉萵具 還有火焰青菜 好多喔 小黃瓜 然後現在陸續番茄也在結 算是蠻多的 然後也有種草莓 草莓為什麼 我們這一次就使用那種一盆盆的 因為怕說這個季節過了齁 我就整盆 怎麼講 整串就拿去給它修養就對了 然後就明年的話再把它拿出來齁 如果有活的話就繼續做 沒活的話就再多了 對 橘子還蠻甜的 橘子還蠻甜的 現在也是橘子的盛產季節嘛 反正大家都多吃一些橘子啊 對啊 這時候又便宜 怎麼講又好吃 等到季節過的話就 貴 可能也許就沒那麼好吃了 對 我感覺上能在自己的菜園 吃個午餐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 各位如果有小的空壁 你也可以種啊 種啊 我都教各位很多種嘛 用一架來種菜 當時那也是不佔空間啊 或是用那個 那個叫什麼 橘子那種 飲料杯 或是那個 那個 寶特瓶那小 塑膠杯來種都可以 那都不佔空間的 而且你要 擠都很方便 沒費力 而且最近 長得特別漂亮 嗯 嗯 看那顆那麼大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嗯 你看 目前長得同樣子 因為現在人真的是太 忙碌 壓力太大 如果說有種一些綠色的 菜或是植物啊 就讓自己的心情會比較愉快 我把箭頭轉過去 各位看 各位看 這個 有沒有 白剪 白剪菜 啊這個不曉得什麼菜 我忘記這個 這個你看 片子你看 那麼大 對啊 齁 這是橘距嘛 嗯 做肉桌 嗯 不知道是什麼 對啊 啊吃一顆 百香果 百香果怎麼還不 對 這個用那個 塑膠杯來種的嘛 都長得還不錯啊 啊 那 那就 可是這些 這幾個菜都是要炒的啦 這不是生菜 對 你如果喜歡 像類似我們 直接採來吃 你又可以 把它種 生菜種在上面 就可以了 一樣 對 到時候把它洗乾淨一點 對 嗯 看 你看 欸 這老子口後沒看過人家的意思 對 百香果嘛 這是番茄 最近都在開始結囉 對 對 你看 這上面好多的 啊一條菜瓜老掉餒 地動有很多 有嗎 你看它這樣那麼粗 你椅子給我拔一下 欸它才有長齁 好長齁 好胖 來 可以看有沒有看到這隻好 這個好胖 有上面看不到 要拿樓梯啦 最近就是很多很多菜嘛 你看這小黃瓜又在長了 然後上面就是叫什麼 大芥菜已經很大了 應該是不是來醃 醃酸菜呢 看看 你看那個芥菜很大 在哪裡 來這邊好大坑 給大家看 搞不好 好這邊上面很大 好來 我上去採喔 對啊 有平嗎 有吧 哪裡 我採一顆 採一顆好了啦 還有這顆也很大 對啊 就是這一顆 還有一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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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先給它 這麼大顆 喔 好大一條 還有耶 還有耶 還有一條也很大 這兩三條就一餐了耶 我還沒有吃完耶 我那個還沒有吃完嗎 還沒有吃完 那邊你昨天採斷頭的 在前面這邊 哪裡 再來 啊對對對 啊對 昨天這個斷頭 踩到一半 我硬跟他扯 對 你剛才扯到一半 可是他找得很奇怪耶 對啊 因為他被那個曼藤卡住 所以被歪著 這才一半 你看 對 這就是百香果嗎 對啊 百香果已經 已經 變色了嗎 很久了都還沒變色 好奇怪喔 嗯 那百香果像我的習慣就是說 如果量比較多的話 我可能會把它弄成冰磚 那果肉挖出來 放在那個製冰盒裡面 到時候要 要用的話 就一顆一顆拿出來 對 因為我女兒他們都是蠻喜歡 喝那個百香果芝麻 他種飲料算是蠻好喝的 對 這邊其實也都是有的耶 你看 這都是藝豆大大小小 藝豆這邊 對啊 這都是啊 鐵窗上也很多 對 來 你拿著 夠長吧 各位看 對 很長齁 家裡還有剩嗎 有耶 這才就一餐了 不過還好小朋友也蠻喜歡吃的 可是有 可是兩個都跑去日本啊 那就最近可能就比較少吃了 可是就我們兩個老的吃吧 對 其他可能 看這個芥菜那麼大 是不是 對 過幾天天氣好大 可以啊 可以 可以淹芥菜嗎 還是說炒芥菜 炒一炒也可以啊 就是新鮮炒 對啊 這個 這個人說那一個 已經搭到這樣子耶 哪一個 這個 才一天而已啊 看這個 小黃瓜 對 你剛才講的這個芥菜就在上面嘛 他們看得到嗎 對啊 很大顆耶 對 喔 都很大耶 哇 你看 因為這個齁 每天都在長大都 大的看得見 你看我們 我們這個 這個手掌都 跟他比較 手掌比他小太多了 有沒有 比你的臉還大 對啊 每一片葉子都 都比一個 一個年都還大 這個都是用那個 寶特瓶來種的啦 對啊 就挖一挖就可以種 對 那我們的那個 農虛菜 目前也都 都可以採了 已經長很多虛 出來了 還記得不久前才跟各位講 我們 農虛菜 那 已經這個 花芽了 那 存活了 哇 結果現在已經 長了至少有七八尺了 那這樣我們這菜園好多菜喔 對啊 農虛菜 小黃瓜 菊菊 萵 還有什麼 大 應該現在要叫做A菜嗎 不能講大 要改名叫什麼 叫什麼 胡山萵 胡山萵 菊菊 現在要叫做 胡山萵菊 真的嗎有人在罵 不是有規定要 真的喔 我不曉得 那等一下就這樣講 我也不知道 那菜 你看 紅菜也沒時間採 又讓它隨便打 喔 我這菜這麼大 對啊 昨天就是有採了幾條小黃瓜 你看 對 昨天採了五條 這太老了吧 你看 昨天說不採就這麼大 昨天說這條太小 可以再拉長 今天就可以再採了 你看 小黃瓜就是 長得這麼快 對 這小黃瓜 對 對 那不錯今天喔 我們今天也有吃了滷豆飯 也有吃了這個 自己家的那個生菜 怎麼叫 生菜 採葉萵具 對不對 對 他也吃了 嘎 水果 飯後水果 對 還有也採了這個 異豆 對 這樣的話 這一天喔 這一餐就很營養 而且豐盛 對 因為豬肉有瘦肉 又肥肉 又豬皮 奇怪 我想說這異豆怎麼長這麼長 對啊 難怪 難怪它很像楊桃 對啊 有時候叫楊桃豆 你切片的話 側邊看它就像楊桃 所以它也有另外一個名字叫 楊桃豆 對 好那我們今天的直播應該到這邊就可以了 講很久了 對啊 讓各位陪我們這麼久 對對對 好 那就是喜歡跟大家分享嘛 大家也很願意跟我們大家一起同樂 對 最新鮮的這個菜園的午餐 對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就播到這邊吧 好吧 大家可以啊 上班要忙喔 那謝謝大家觀賞 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阿妹妹的頻道 對對對 愛迪先生的頻道 那我當然是說 有更多好玩 新鮮的事情 會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謝謝 拜拜 拜拜